各位观众老爷好 我是被狗粮hold住的大白 都说狼才女貌天生一对 有些人吧 真就是作者宁愿吃书 都想让他俩一开始就在一起的一对 这话是川元丽自己说的 童亚联手闯过了第二层 一同进入第三层之后 童人神神秘秘的来了一句 真正的SAO才刚刚开始 第三层的原始森林中 小两口前后包抄 将树精给拦在了中间 童人边打边给老婆上课 指点她怎么打树精比较轻松 要不是亚斯纳反应速度够快 童人这较到速度 他得先被怪抽一顿了 好在亚斯纳见机犀利 一旦抓住机会 他就把树精给秒了 童人忍不住感慨学得真快 树精幼苗在亚斯纳面前 变得像是没什么杀伤力一样 亚斯纳听后大惊 什么我居然杀的是幼苗 大妹这太不环保了 影响全球变暖可咋办 童老爷也挺震撼 第一次听说游戏里还有温室效应 童老爷能怎么办呢 不还是只能惯着他 眼看童人还有继续探索森林的意图 亚斯纳突然叫住了他 从体受任务开始到打完boss 进入第三层森林这几个小时叠加起来 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亚斯纳现在没有别的愿望 他就想洗个澡 童老爷只好点头 这时他突然站起来 足够又盼起来 问亚斯纳对自己的耳朵自信吗 亚斯纳猛的捂住耳朵 你这家伙该不会有恋耳屁吧 童老爷深觉风平被害 不过因为潜心的缘故 所以他们现在听见的声音 都是头盔让他们大脑听见的 即使知道这一点 但亚斯纳还是忍不住竖起耳朵 开始仔细听周围的动静 童老爷在一旁表示 下次会送他一个兔耳装备当礼物 草 游戏里还有这好东西 这不得给爷康康 这时一阵打斗声传入他们耳中 两人顺着声音找过去一看 亚斯纳震惊了 这长长的耳朵 莫非就是那故事中的精灵 第三层居然出现了精灵NPC 同仁提示他 严格意义上这个精灵不仅仅是NPC 也是玩家们可以对敌的怪物 也就是说SAO开始出现人形怪了 同仁解释道 这个算是目前首个大型连环任务的开端 一旦接下任务 在内侧要打到第九层去 亚斯纳大惊 什么玩意儿居然还有跨层任务 同仁继续道 一旦途中任务失败 就不能再从头接了 也不能换阵营 就要这么一直走下去 也就是说 他们只能在两个精灵中 选择其中一个阵营 白色方的是森林精灵 就是黑暗精灵了 亚斯纳看得目瞪口呆 同仁内侧时候做过这个任务 所以他让出了这次的选择权 帮助其中一个 另一方的结局就会被击溃 但应该不是被杀死 亚斯纳深吸一口气 那就选择黑暗精灵的大姐姐吧 没办法 她太大了 而且又是同仁内侧时候选过的路 走起来比较安全一些 同仁先是点头答应 然后纳闷 他刚才说过自己选了哪个阵营了吗 亚斯纳面露嘲讽的笑容 就你那点小心思 我还能不知道 眼看亚斯纳就要冲出去了 同仁赶忙警告他 帮黑暗精灵可以 但是咱们指手不攻 毕竟这俩人都是第七层的精英怪 打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亚斯纳大惊 我靠你都说打不赢了 我还不想死呢 要不咱们先撤啊 同仁连忙安慰他没事 他们只需要削减对方一半的HP就可以了 属于他们阵营的黑暗精灵会使用大绝招 亚斯纳明显的察觉到不对 问他是什么大绝招 同仁叹了一口气 就是自爆攻击 亚斯纳一惊 然后表示他绝对不接受这个结局 同仁明白他的想法并劝他 NPC早晚都有会死亡的状况出现的 毕竟这是那个人做的战斗类游戏 别说NPC玩家也死了不少啊 亚斯纳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只要他够强 就能保护黑暗精灵不死了对吧 这一项轮到同仁傻眼了 结果亚总还没出见 两边精灵纷纷喊他退下 亚斯纳大惊 他们居然讲日语诶 同仁一把子无语 告诉亚斯纳选谁就站谁身边去 于是亚斯纳当即选择了黑暗精灵 笑死黑皮大姐姐谁不爱啊 而一旦确定了阵容 黑暗精灵并揭露出了主线任务 夺回被抢走的黑暗精灵的秘药 森林精灵也算是看出来了 童亚两人就是剑色其夜 他现在作为敌方阵营 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精灵男高举手中的长剑 一看就非常的强大 童人还在劝亚斯纳专心防御 没想到这时精灵男突然越过了 黑皮大姐姐和同仁 直批亚斯纳门面 好在亚斯纳反应迅速 立刻绕到森林精灵的后方 并表示她的反击是正当防卫 于是亚斯纳手里剑气绷紧 瞬间同向了森林精灵 高等精英怪显然不是那么好打的 对方一个扭头 亚斯纳惊得瞪打双眼 被树精灵框当一个盾反摊开 于是两只精灵又打坐了一团 童老爷劝他冷静点 暂时别插手 但亚斯纳很聪明 他只是因为第一次接触持盾的对手 没有应对经验 所以才掐了骨头 同仁提示他 盾是遮蔽物后 亚斯纳恍然大悟 这就是阅读理解实际的玩家吗 你理解了什么 于是亚斯纳直奔精灵男而去 对方正打算再来一次盾反 没想到亚斯纳巧妙地利用了护盾 遮住了精灵男的视线 他轻巧地落在了精灵男的身后 再次蓄力 猛的就是一剑 虽然成功地伤到了精灵 但是对方血条厚的就很扯淡 到底是第七层的精英怪 疾风机械的伤害对上他确实太低了 此时精灵男的攻击近在眼前 黑眼精灵猛地窜到他身后 挥刀就是一道横斩 亚斯纳和黑皮大姐姐对视一眼 童老爷一看能打 激动得不行 于是握着剑也给了精灵男一发腰斩 黑皮大姐姐有些吃惊 但很快他就夸赞起了两人 做得不错嘛 人类族的伴侣 这下两人异口同声的反驳 才不是伴侣 我信你个鬼哦 黑皮姐姐的攻势很快 一箭刺穿了敌人的腹部 并将其拦腰斩断 精灵男血条彻底进攻 童亚和黑皮姐姐三人各省一半血条 没想到还真的打赢了 童老爷都有一些咋舌 内侧时期的他可没有打赢这一关 所以之后的剧情会是什么走向 童人现在完全没有头绪 没料到精灵男在冰死之际 突然掏出一个小包袱 往上一举 亚斯纳一抬头 就看见一只巨大的黑鹰突然出现 一把抓住了精灵男手中的小包袱 然后越过人群交给了另一个精灵 童人认出来了 这是森林精灵的迅鹰者 高位的精英怪 这也是童人第一次看见 对方抢走了钥匙 而黑皮姐姐却在发现这人的瞬间 身上顿时涌出了大量的杀气 这简直不像是一个虚拟的NPC 而这份杀气 不仅仅是针对蜜石被抢走 似乎还因为对方是迅鹰者 这杀气惊得同样而然发愣 这时迅鹰者身后出现了不少精灵士兵 他嘴上说着不认识黑皮大姐姐 但却反复提及自己被夺走钥匙时 杀死的钥匙 被这人激怒之后的黑皮妹子 果然没能击中迅鹰者 反而被对方绕了后 而迅鹰者的目标明显就是雅思娜 操 开局单抓脆皮 迅鹰者以为自己占据优势 亚宗心道不妙 这时他突然听见耳边有狼的喘息声响起 黑皮大姐姐头头没抬 将救雅思娜的任务交给了来人 那人低声道谢 并在擦肩而过时 称呼黑皮大姐姐为遗姐 巨鹰被一道黑影撞飞了出去 雅思娜心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时同人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既然森林精灵有迅鹰者 那么黑暗精灵这边也有迅狼者 此人来势汹汹 竟对着迅鹰者高呼杀妻仇人 雅思娜和同人大惊 什么杀妻仇人 显然现在两边精灵的矛盾 远不止夺走秘石那么简单了 原来曾经的黑皮大姐姐和迅狼者是战友 很想打赢黑皮大姐姐 正当她奋力反抗时 她养的狼却找到了黑皮的妹妹 并热情地将妹妹带到了训练场 而此时的迅狼者 正在不断地挑战黑皮大姐姐的剑术 眼见她攻势越来越猛 黑姐也有些惊讶了 不过以她的实力 对付迅狼者的剑轻而易去 迅狼者甚至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武器就被反击打得脱手而出 但她还没有放弃 准备爬起来再战一场 这时妹妹的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两人 掌托亚斯娜有几分相似的少女 冲了出来挡在两人的面前 名叫涅蒂尔的药师姑娘 心疼地摸了摸恋人的脸 那可真是护肤心切 虽然黑姐先前不愿意答应两人的婚事 但是看在妹妹的份上 这一架打完也算认可了这个妹夫 在两人激动的注视下 她同意了这门婚事 并真诚地献上了祝福 见两对年轻的恋人高兴地摸不着方向 黑姐听了听嗓子 直接开始了长辈的质问 既然要结婚了 啥时候给她造个小职子玩 并且她表示男女都可以 但是以后必须得当骑士 不可以是训狼者 一旁的郎郎一脸不爽 但这婚事还没成多久 一场大火袭击了村落 涅蒂尔作为药师到处为伤者治疗 这时一位精灵将密石交给了她帮忙保管 可谁曾想 队伍里出了个胆小鬼 被讯影者稍稍威胁 视线就看向了远处的蒂尼尔 导致带着密石的蒂尼尔行踪暴露 当训狼者即将和妻子见面时 一柄利剑刺破了她爱人的心口 蒂尼尔的笑容还没退去 手中的密石已经被巨鹰给夺走了 训影者喜笑颜开的带着密石离去 而训狼者只能抱着被杀害的妻子 看着她的遗体 在自己的怀抱中分崩离析 最后只剩下一枚戒指 从此姐姐和妹夫永远借助了训影者 并开始不断寻找害死妹妹的薰手 训影者成了他们发誓要斩杀的敌人 报仇血恨是两人如今最大的愿望 而眼下同仁和雅思纳 已经被卷入了他们的故事之中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观众老爷们 记得点赞评论哦 我是大白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